大家早上好,我是大海 这里呢,就是中国冷积村 这个冷积村呢,它离我家有60公里 我家乡那个地方呢,温度跟它是一样的 这个冷积村呢,它是中国最冷的地方 这个地方历史上能有多冷呢 历史上最冷的一天呢,是零下58度啊 这块都有记录哈 完了,他们都把这个零下58度 你看都掉在雪上 之前嘛,这块是一个温度计 就是这个,就显示每天的温度 因为现在这个地方呢 经过去年的给改造呢 把原来那些房子啥的全都扒了 这都是新建的 所以说这个灯呢,现在它也就没亮 要之前呢,就是每天监测多少温度啊 什么湿路是多少啊 从这块开车往县城去的时候 就路过这块都能看见 多老大个字了,都可醒目了 今天让大家看看这个冷积村是啥样的啊 因为马上快开画了嘛 好,看看是什么样的 那些吧,都是吃饭的地方跟住的地方 完了,我后面这块呢,就是雪雕 看看这个雪雕 咱们先上这个里面,先看看这个房子啊 看看这个餐饮跟住宿的地方 上外面看看 完了,然后呢,一会儿回来 再来看看那个雪雕跟冰雕 这块就是吃饭跟住的地方了 前几天呢,有很多朋友问我 他说这个地方啊,这个冷积村这个雪每年什么时候都化光啊 呃,每年五月份啊,就是五月中旬左右啊 所有的冰,所有的雪,然后就全化霉了 呃,还有很多朋友问我,他说什么时候就来这是最好的 来这最好的时候呢,是每年一月份 因为一月份嘛,他说我家乡这块呢,是最冷的时候 来这个地方呢,主要是就是体验它冷嘛 你等它最冷的时候来,一月份 完了,穿了羊皮棉裤,带了东北大棉手闷子 呃,穿了毛衣,外面还有穿的羽绒服 完了,那个鞋呢,就得穿东北大棉鞋 穿,呃,那个棉裤啥的 要是穿棉花的话,就得穿那个最少得一斤以上的 那个棉花做的,或者是羊皮棉裤 基本就没事了 这个房子吧,他都是统一盖的 每家他都基本上是一样 啊,这是住的地方,因为他门口写的嘛,写的民宿 找上去,呃,啊,那是门,门牌号 我以为是时间呢 这块还有雪人 整体呢,这块吧,就这个情况了 再往前面走呢,他那个房子的结构呢 他也跟他是一样的了 大家看看这个房盖,他这个,这个,这个房盖这个板 这个板呢,就恢复到我家乡这个五几年跟六几年左右的时候 那个年代盖房子吧,这个房盖呢,也没有油脂 他有火车,他有汽车 唯一,唯一一条铁路 整体就这个情况 完了,再动他个一两天 再把这个,磨了板给打开,然后开始雕刻 看看,这挺费劲,这也需要给不少雪 因为那个雪吧,他飘清 这东西往上还得压呢 过去前等到化的时候呢 这块还得找个装彩机啊,还得把它给搓出去 要不这块地下化的全是水 啊,这边还有吃饭的地方 那个屋子里面是个雪房子 嗯,这也是个雪房子,但是这门,门锁了呢 这房子门锁了,要没锁了哈 好,给大家进去看看,看一个里面是啥样的 这块还有一个滑雪的地方 就是坐着那个轮胎往下滑 现在上面还有人玩 看看,准备往下滑 看看这个底下整体的情况,就是这样 前面还有一片冰流 完了,大家看见底下这块了吧 这块是干啥的,看见了吗 就是底下这块 这块吧,它就是用雪给它做一个栅栏 然后中间是滑道 它不,这块吧,原来它有狗 那个狗它不拉雪橇吗 人都坐得上,就来回,从这里面来回这么走 它这是景区的一个项目 看看里面的滑雪道是啥样的 看到了吗,就在这里面 那个狗拉了爬里 在这里面来回走 但是这个,现在铁航时间的门儿走了 因为现在这个雪包快化了 有点发黏了,也划不动了 我已经到了这一片都是冰雕的区域 这块全是冰雕 这个冰雕呢,现在高这个阳光 照的马上快化了嘛 正面的瓦亮了 看这个 它这个 太阳它越晒的越亮 这多亮啊 这是 马 这多漂亮 这是雪房子 这是冰房子 这个是火箭 这个火箭上面写的腾飞旺 内蒙深宫 哪个单位箭呢,上面都写的名呢 这是松树 这也是个马 这个马带翅膀的 这个是摩尔道嘎 摩尔道嘎是一个列举的名称 这个列举做的一个马带翅膀 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后面是树 啊 这是几个字 倒了 你看这写个棕碳 点碳成金 点碳成金 这边是雪房子 是是是是是雪雕 这是凤五九天 这颗应该是两个小鱼 大家能看出来吗 这是什么东西啊 我到现在我也没看出来 这块先两个小鱼 它捧着一个东西 壮绿 壮绿 增金 冬天这个地方旅游的人都可多了 因为它冷嘛 哈 这个地方它就是你打到冷 啊 这是有鱼 现在把它这个冰化了以后 有些时候这个造型人都看不出来这是啥了 是离远看才能看出来 那是个龙 一眼就能看出它是个龙 这是龙马精神 这应该是一个龙一个马 龙马精神 那个龙挺漂亮 那个龙 民族团结一家亲 新鲜 新鲜胶子 这个这个真漂亮哈 看这龙头 这个是龙头 那个龙头龙嘴里这个猪的才有 那个是个酒杯 古代那个酒杯 这是个啥 这也是个龙 这不是吃龙头吗 这是龙的牙 这也是一个龙 这个冷鸡村呢整体就这个情况 让大家看看是啥样的哈 完了 大家就是有想来旅游的呢 有想体验冷的呢 就冬天来就可以了 我看刚才那块还有个雪季摩托车也停在那块 他可能雪季摩托车吧 能开到前面那个山里去 那里面应该他还有一个项目 在那里面 现在回家 我到家了 开始把昨天大家在我后台下单的野生木耳给邀走 嗯 这个木耳呢是存野生木耳 这个木耳泡完了以后呢是非常肉头的 有很多朋友问我 我想要这个野生木耳的就是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 然后下单就行了 要是找不到链接呢就是点击主页 然后在主页里面点击店铺 在店铺里面 找野生木耳 要是实在是在找不着呢 就上抖音里面搜索清泉大海 然后在小黄车里下单就行了 下完单以后呢 每天都发货啊 我现在开始包货 货全包完了 干了一下午 现在我去会计给大家发货啊 我已经进屋了啊 开始给大家发货 晚上11点半开始更新物流 然后注意差15万